导演Yogos Lanthimos和奥斯卡影后Emma Stone在上部电影的Favorite合作以后,再次联手带来新电影Poor Things 而我很荣幸有机会在正式上映前观看这部电影,真的感到非常开心 要知道,我个人非常喜欢大胆的原创电影 尤其是那种融入一些天马星荒药元素让人难以遇到的感觉,我就是偏好这一口 事不宜迟,马上要不要讨论这部电影吧! 大家好,我是CJ,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你大大地点击Subscribe button 关注我的频道,电影提分你哦! Dr. Godwin Baxter,为了证明他的一些理论可行,把一条华语的女士给复活了 除此之外,她还进行了一项不为世人接受的可怕研究 那就是把婴儿的头脑给换进了妈妈的身体里 这一名重获新生的女人被取名为Bella Baxter 而她这诅咒的人生,注定会展开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未来 Poor Things,为今年的少数非主流电影之一 我能想象到对这部电影的形容词包括奇怪、暴力、困惑、恶心 但上述几种元素竟然可以组合成为一部超级独特的电影 晚辈佩服佩服 我还是第一次接受到Yogos Lanternbox的电影 就以这一次的观影经历来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惊喜 电影列别为黑色幽默,但我觉得里面的笑话 在有趣和恶心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张纸 当你成功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我一定会马上亲自恭喜你 因为你成功地打开了另一闪黑色幽默的大门 而这股黑色幽默虽然如此让人难以接受 但和这个虚过离奇怪弹的世界却如此契合 明明镜头上很黄很暴力 但这股该死的威胁感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地方我都是皱着眉头笑出来的 不,我是不是应该开始积点福呢? 饰演Bella Baxter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了Emma Stoon 她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漂亮大姐姐 但她这一次的演出也再次证明了她没有愧对影后这两个字 她一个人几乎包揽了整部电影的临场感 这应该是我看过她最颠的一次演出 完全失去控制的那一种 她在这部电影的戏份很大可能会为她赢下下一座奥斯卡 William Dafoe 理所当然的Dr. Godwin Baxter非她莫属 Come on man,你在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演员 演什么像什么,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咩? 当然第三位让我有少少惊喜的成员 则是饰演律师Duncan Redban的Mark Ruffalo 他最后一次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是The Shuttle Island 之后呢,他就被Marvel跳动,加入MC又成为Hawk以后 都是在演一个呆呆的Bruce Banner 虽然他的演出挺受欢迎 但同样的戏度演多了,大家自然也会对这名演员慢慢失去兴趣 透过摄演这部电影相信能替他的职业生涯加分 不过电影初期,我觉得他依然放不开自己去饰演这一名角色 他说话的格调以及动作都和其他人显得格格不入 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电影的后半段 我才觉得他终于能够从之前的搞笑戏路走出来 改编于Alister Gray的小说 Portings很大程度上参考的著名科学官人Frankinstein小说 除了作品大纲相识之外 与丑陋的Frankinstein不一样 Mela Baxter漂亮动人 因此服务了不少男人的心 注定他会走上他与Frankinstein相反的道路 这么一来,Portings从一开始并有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 剧情讽刺着古今社会结构 例如资本主义和贫富悬殊 配合主角离奇的声势 我在发觉Portings这个标题有多么的适合 电影的拍摄方式也致敬了上世纪的黑白电影 以小幅度的镜头摆动来拍摄每一个场景 前面的30分钟更是完全黑白画面 那个复古官马上就上来了 导演只有在需要的时刻才会拍摄人物表情特写镜头 许多时候,镜头和摆放都是远离演员 就为了能够拍摄演员的全身 这么做是为了塑造旁观者视角 导演并不是要观众把自己带入Bella Baxter的世界 而是要透过路人的眼光来默默观察Bella Baxter的成长 我也留意到导演喜欢用鱼眼镜头来拍摄某一些场景 我个人猜想是为了显示Bella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不多 而被囚禁在这个小小空间里 但或许你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这个虚过18世纪欧洲却被设计的色彩缤纷 从服装到建筑都有一种哥德式的美感 而为了更突出色彩这个元素 许多场景都会为想要突出的人物或建筑配上大胆的鲜艳色 再以深暗色作为背景颜色 这种对比在优秀的摄影之下显得无懈可击 但我最欣赏的部分是导演的每一处都在挑战的限制级电影的上限 电影有着许多大量的裸露镜头 但并不是为了迎合观众 而是以极致的画面来更突出主题 每一次的裸露场面都在描绘着Bella的一次成长 但每一次的裸露场面的登场 我感觉我的心里某块东西就渐渐死去 因为这些裸露场面都让人非常的不舒服 但所带来的画面震撼感非常有力 这完全多亏的导演没有对画面的暴力程度妥协 而且啊 电影的第三幕也让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提出我本来以为电影正奔向一个平淡的美好结局 却突然来了一个大转折迅速拉回所有观众的注意力 然后让电影在一个相当紧脱的节奏 以相当到位的方式把电影给结束掉 这真的是太爽了 看完以后我被这部电影里面的细节深深着迷 下次再重看的时候 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 因为这部电影奇怪的又很有味道 Portings绝对不是一部会让所有人接受的电影 一部这么古怪的片子 如果脑袋不是另一别人也应该拍不出来吧 但如此欣赏这部电影的我哪怕也不是疯子一鸣吗 这一个年代我们不但缺乏有的好点子的导演 但我们更加缺乏挑战电影列行界限的导演 这注定是一部小众的电影 但毫无疑问也是2023年最特别的电影之一 那么今天的电影讨论便在这里结束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的话 请在下方评论 想听更多电影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电影提分哟